兩位部長 那現在我們請吳委員秉瑞 質詢審檔時間為三十分鐘 主席書院長 麻煩請行政院張院長 吳委員好 張院長這一次的台南高雄跟台南這個震災 那據媒體的報導 我看到媒體的報導 以及我們自己在討論的時候 大家對於行政院這一次的表現 基本上都是給予肯定的 在這個地方先跟你表達感謝之意 會覺得行政院的全體成員非常的辛苦嗎 包括您本人 你會覺得在震災這件事情上你們非常的辛苦嗎 大家都很盡力 大家都很盡力 其實我在這裡要跟你講的意思是什麼 如果我們做我們該做的事還是會得到應得的掌聲 這個肯定不是只有一般民間的團體 本席參加的民進黨衝償會 也肯定我們這次行政院的團隊表現 所以我這想說因為最根本的原因在哪裡呢 是為什麼跟以前的幾次的災難的時候給大家的感受 不太一樣 我想基本上我個人的觀察從一個地方來 就是能夠體察到我們的權力啊 都是人民賦予的 因為您是由總統來任命 總統他是由人民民選 所以就跟我們的主席蔡主席講的一樣 權力是人民借來的 他是委任委託給我們民意代表也好 給我們行政機關也好來行使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市政基本上不應該要分黨派 應該是作為全民 尤其在救災這件事情上 人家地方政府的父母官也是非常的辛苦 非常認真在做 所以如果從這一點來衍生 我就跟你談一個政治學上的常理 大家都知道 以我們民意代表為例 我們任期 剛當選的時候 代表的民意是最 他的基礎是最強的 那我如果任期四年 做到終點的時候 下一次選舉的出現 我的民意代表的代表性就是趨近於零啊 所以如果以這樣的觀點來看的話 這個現在的總統 雖然他還有三個多月 你們剛剛講九十一天的任期啊 但是這代表什麼 代表他的民意的代表性啊 就是如果跟我剛剛那個理論來對比的話 他現在是民意的基礎是非常的薄弱 這個看法不知道你其實接不接受 我先不想這三個月基礎夠不夠 但是很顯然新的政府已經產生了喔 是新的民意已經產生 已經表達了他們希望的 這個因為我們是民主國家嘛 當然是以人民的這個政治意見為主 所以在這裡接下來就是要跟你探討的就是 政權交接的法制化 剛剛您提到說在前面的委員質詢的時候 你提到說你希望要把這一次的這個交接做得 盡善盡美 做得盡最好 做為一個典範 那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 我想你不會反對這個交接條例的這個立法吧 我覺得交接法制化這個原則是合理的 那現在我聽到了對於這個條例內容就是 有沒有違憲去侷限到總統的權限 那這個我不是憲法專家我不敢講 但是大體來講 交接把它法制化基本上是一個合理的 你如果這樣講的話我聽起來是你贊成 但是總統府那邊不一定贊成 因為你認為說你替他考慮 是不是會限制到他所謂他的職權 所以你認為有沒有違憲問題 奇怪呢 2008年的時候 國民黨黨團所提出來的這些交接條例的版本 怎麼不去考慮有沒有違憲的問題呢 難道當時的時空跟現在的時空不一樣嗎 委員很抱歉我對這個研究不夠 2008年國民黨曾經提過交接條例 內容我也沒有看過 他提過九個版本 事實上在歷史上總共有四個版本 這四個版本基本上都大同小異 你如果去拿一個版本出來看 你就會發現說其實他的條文 內容很 條文很少 大概都是有十條左右 然後內容規範都是很清楚的 大概就是在這個看守的期間 不能做重大人事安排 不能去做一些重大的政策 有爭議性的事情要擺到後面來處理 原則上都是只有這樣的內容 那這裡就回答到剛剛我在台下做唯一 我感到非常不舒服的 就是曾委員在問的時候 您提到了所謂的提早阻隔的問題 這個就是問題的所在 所以行政院長是憲法上的職務 你對憲法應該有所了解 那你的幕僚應該要給你提供這方面的意見 你知道民進黨考慮不能接受的原因在哪裡嗎 因為就像你剛剛講的 憲政上有疑慮 那憲政上疑慮在哪裡呢 馬總統一方面提出 他希望能夠民進黨提早阻隔 另一方面他就說 他的字典裡面沒有看守 然後他昨天甚至在 國民黨的這個 這個黨政會報裡面講說 他要做到3月19號 他的職權不能打折扣 他要做到 近山近平留下一個完美的身影 這裡就是跟剛剛那個 我剛剛一開始講的政治學的原理 是抵觸的啦 當然這個造成的原因 跟他選擇在20012年開始選擇 總統立委合併選舉 就有可能會產生這個危機 因為立法委員的任期 依照憲法的規定 到1月31號為止 2月1號就是新的任期 那總統卻是520交接 所以當你把總統立委的選舉 合併在1月中來舉行的時候 他的交接期 總統的交接期就是會4個月 就會4個多月 就會造成這樣子的結果 那這是他自己的選擇 難道他在做這個選擇的時候 他們沒有研究過嗎 新的總統在任期520之前 4個多月就已經產生 那就像你剛剛講的 新的民意已經產生了 那尤其這一次的選舉結果 民意很清楚地表達 對於馬政府的施政 之前在選舉前的這些施政 他是不滿意的 所以才有這樣子的選舉結果 也就是說要尊重新的民意 那馬總統一方面認為他憲法上面 他所謂他白紙人士上的職權 他全部都要行使 他沒有看守的問題 他一方面要民進黨人來阻隔 江欣比欣來試問 今天如果是民進黨的人 接受馬英九的任命 來擔任行政院長 他的權力來源到底是誰 是總統任命嗎 還是新的選舉獲勝的團隊 所推選出來的 權力之間的分配要如何 如果馬英九堅持 說憲法裡面規定的內政 堅持的國防外交 還有國安是他的領域 當這個問題發生的時候 新任的這個行政院長 到底是要聽誰的命令 那不甩總統的命令嗎 當然跟總統嗆瞎 跟他對抗嗎 這一些在在都會引發憲政爭議 所以本席 陳希在選後提出一個建議 請馬英九如果你要 在民進黨提早組合的話 要對外公開宣示完全虛位 不介入任何的人事以及行政 命令的指示 不論是公開的或是私底下的 他不肯啊 馬上講說他沒有跛腳 他他的內容 他的字典裡面沒有看守啊 他要把職權做到三一九最後一天啊 這些憲政上的僵局 是導致我們擔心自私義憤 兩個打架啊 那一個行政院長會有兩個公婆 一方面是勝選的總統 他是民進黨者 這一邊 要他來擔任這個葛魁 但是他在憲法上卻是原來的總統任命的 這樣子的一個內閣 會造成對台灣的混亂恐怕比交接內閣更嚴重 所以 您剛剛講說你們很遺憾啊 你跟這個曾委員在那邊講說 你也覺得應該要接了 我覺得如果因為你們是老同事 交情好這樣 像聊天這樣我無法智慧 但是如果你認真從憲法的角度來思考 這個的確會出現問題 問題果不其然就來了 請問馬英九總統 即將要出國訪問您知道嗎 他有告訴你嗎 我有稍微聽說 稍微聽說 這個行政院來這邊講 稍微聽說什麼意思 總統派他的一個小幕僚跟你講一下 還是稍微是什麼意思 我跟他每個禮拜例行會議上 他有提到說他有 他有提到 那請問他有沒有告訴你他要出國幹嘛 細節沒有講 細節沒有講 好那這裡就問題就來了 他現在出國是去玩嗎 請外交部長 好順便一起來回答 請問他現在出國是要去玩嗎 委員好 我想跟委員簡單的說明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在做一些這個評估跟規劃 那事實上的中美洲議會 有特別邀請馬總統到中美洲議會去做一個專題的演講 那瓜地馬拉的政府還有貝里斯的政府也有邀請 我想我們在做一個綜合的評估 那在差不多的時候我們可以對外做一個說明 一個即將卸任 而且已經經過選舉即將要下台的總統出國訪問 你如果說是國家發邀請函來 這個是理由 但我是問你說他出國就是只要去演講嗎 那他去訪問是只要去跟人家 跟人家說什麼要去沒事沒事 要去跟人家說 我剛才提到有中美洲議會 還有瓜地馬拉的政府 還有貝里斯的政府 我覺得外交工作是兩黨 我想大家都要一起來推動 這一點我承認 問題是總統出訪整個外交部門的動員 總統去到人家的國家對於別人的要求 這國家跟國家這些往來沒有那種說 是你來這邊玩啊 他對國家跟國家這些外交上面的一些需求 他提出來之後總統能答應嗎 答應之後是誰要來實踐呢 沒有我們所有的合作項目都是按照既定的計畫在推動 所以你認為去出訪的這些國家不會對馬總統提出要求 我覺得不會 都不會 所以他也不會去那邊 他也不會去那邊做任何的承諾 這一點我可以說我們不會去做額外的承諾 所有的計畫都是按照既定的規劃在進行 但是我也希望委員能夠了解 就是拉丁美洲是我們外交的重鎮 我們有12個邦交國 來共同邦交是我們大家都應該做的事情 不要誤導 我沒有否認拉丁美洲是我們的外交重鎮 我也認為外交工作非常的重要 我的意思是說一個即將卸任的總統 你到了當地你沒有辦法有負責任的做出承諾 你做出的承諾也沒有辦法兌現 所以你現在跟我講的說沒有我沒有寄新的承諾 我沒有新的計畫我只是既定的 那你知道這樣 這樣子就是去畢業旅行嗎 所以我們本黨的立委講說 難道你是要去畢業旅行是沒有錯喔 我覺得高層的互動本身就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事情 高層的互動很重要 但是高層的互動是要代表 高層的互動的這個友誼的增進是要將來施政可以延續 總統出訪之後再剩下三十幾天 他就要下台 這個請問這個情感的延續 如果是私疑的話 怎麼延續 那如果是公疑的話 現在由將來新任的總統去不是更好 第二個問題我再請教你 我也相信因為馬總統卸任之後 當然蔡總統這個擔任總統 也不可能一下子馬上到這麼多國家去了 那外交部也會做進一步的規劃 所以張院長你是認為馬總統現在出國訪問非常事宜 您的意思是這樣 我覺得馬總統這次出訪有他非常重要的意義 就是要維持高層的互動 讓我們這些邦交國也了解我們對他們的重視 甚至上我們也邀請很多邦交國的元首 會來參加蔡總統未來的就職典禮 這也是我們已經在催動的工作 是但是我實際上是要告訴你 根據我們的剛剛講的這個原理 我不要跟你在這邊爭辯 因為在這邊爭辯 人家說你們又出去說我們這個民進黨立委修辱你們什麼 給我們扣帽子 在這邊爭辯沒有意義 我是要告訴你 是一個即將卸任的總統出訪 他到了人家的國家 對於別人國家提出的要求 他也沒有辦法做具體的承諾 那你講說這個因為人跟人互動可以增進這個感情 這一點我不否認他吧 我想跟委員報告 就是我們國家跟國家之間來往 不是見面就有提出要求 我覺得我們高層之間的友誼是非常的重要 事實上像貝里斯的總理 事實上也是馬總統 過去這幾年來持續在維持來往 那在加勒比海這三個邦交國的總理 也都是我們的朋友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高層的友誼應該要延續 而不是說在乎這個要求的那個部分 我覺得那個事實上是次要 我的意思是說你出國訪問 當然是可以增進幫你 這我承認 但是另外一點是說 對於國與國之間往來之間的一些承諾事項 你已經沒有權力再去選擇 我要跟你釐清的是這個東西 好那你請回座 我繼續往下 張院長你還是沒有回答 你現在是剛剛是跟我呼嚨他 那你說因為有人對於這個到底有沒有違憲 有疑慮 所以這個交接條例 你贊不贊成裡面有很清楚的態度 是不是這樣子 那個從行政院的角度來講 這個交接條例裡面 提到的是總統跟副總統的這個職權的這個規定 那如果通過了我們行政院要配合就可以配合 但是老實說這個條例對於我們行政院來講 實質的影響看起來不是很大 影響很大是你沒有仔細去瞭解 你知道你現在的你們的內閣裡面 在利用這一段時間在公營事業成立子公司 其實人事在大幅調派的程度 你有了解嗎 沒有沒有 那個不是沒有了解 沒有做這個事情 事實上人事總處在前一陣子就 我講的是公股喔 公營喔 不一定是你的內閣裡面的成員 有些單位 當時我們不只是公務單位的這個調動動結 其實這一些 成立子公司你知道嗎 如果委員有這案例可以跟我講 有啊我就是有案例啊 我提一個為一個例就好了 你現在這個台灣證券交易所 董事長李肅德是國派的 是我們公營公派的 他是在公營單位吧 他最近成立了好幾家子公司你知道嗎 雖然有的是在選舉前幾天 有的是在選舉後馬上要成立 資本額有兩億三億不是很多 但是成立好幾家 所以我是說這個交接條例 我是舉一個例子有這個必要 要限制有一些的行為不得做 還在評估拿證監交易所的盈餘兩百多億 裡面一百多億要拿出來蓋大樓 都是現在緊鑼密鼓在進行的事情 這個你清楚嗎 我看你有一些東西可能被禁止 蓋大樓這事情他沒有跟我報告 這個其實規劃了好一陣子 不是最近一兩個月才開 那如果規劃了好一陣子 最近也不應該再繼續推動啊 因為你的任期剩91天 你應該要後面的人來處理嘛 這個就是交接條例他必要的地方 我在這邊跟你說 我們不認為交接條例有違憲之處 如果你認為有違憲之處 等到立完法之後 你再去提醒到法公會解釋 我沒有意見 但是如果你現在態度是 你認為交接條例有違憲的嫌疑 所以你們是採取抗拒的態度 在我們一開始就使得 本來我們希望能夠和諧推動 變成政黨之間的高度對立 變成非常緊張的關係 我覺得這樣不必要吧 這樣對台灣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無從抗拒起 因為現在這個條例 根本就是在立法院 我們行政院根本沒有涉入 所以不會有委員那種講的現象 那我就剛剛就問你的態度 那你就說樂觀其成就好 你為什麼要講說有違憲的 有人有講有違憲的嫌疑呢 這個地方我不知道違憲在哪裡啊 你如果認為違憲 你把違憲的嫌疑的問題講出來 給我們聽聽看啊 我想到時候討論這個條例的時候 違憲不違憲自然在委員之間會有討論的 委員之間沒有辦法討論違憲不違憲 委員之間到最後在立法的比例 的比 你說明你認為違憲 有的人認為不違憲 假設有人堅持他認為違憲的話 最後立法就是比例量 如果沒有辦法互相說服 到了最後一步就是比例量 那你這個交接條例我們很希望 這一次就能 既然你是要進到一個非常典範的交接 和有讓他法治化 你應該是更樂觀其成 有一個法律可以依循 照法律來做 這是更應該的吧 這樣的話最更順理成章 對你來講並沒有什麼困難啊 我剛才已經跟委員報告 如果立法院通過了一個專法 來規範總統交接的這個期間的這個 權利義務我們都會配合 但是現在這個法案在立法院 我們行政院也沒有版本 將來討論我們行政院也不會涉入 好第二個既然你這樣回答 我就覺得就讓社會公平嘛 你的態度是這樣 第二個再來我要談到 看守政府不應該要強推有爭議性的案件 我舉幾個例子為例 比如說這個NCC前一陣子審中家的這個案子 轉售案 那你知道在中家的轉售案的討論的過程中 有很多人提出了很多的疑慮 所以之前我們也對這件事情 有對您提出要求說希望你能夠讓使他讓他緩下來 我們民進黨的黨團也在我的主持之下 開了一個很公開的記者會 要求在問題釐清之前 這一些都應該要停止這個審查 尤其是現在只剩下最後一關剩下投審會 他的審查 所以像這樣子造成了社會上的緊張 因為這一件事情這麼有爭議性 他提出來之後正反的意見 反對的力量很強大 輿論上面反對的聲浪也非常的高 結果還是很快的 跟委員報告 現在經濟部並沒有要強推這個案子的意思 在二月的時候 民進黨團召開了這個中家的這個專案會議 經濟部當時承諾是先開工作會議 所以現在在準備的是開工作會議 怎麼樣開工作會議 那個報告委員 因為他這個資料有一些資料 我們的那個幕僚啊 那先看一下 有缺失的地方會請那個原提供資料的單位啊 再做補充 原機構的審查 比如說NCC的審查 他是不是對於一個脫法行為視而不見 把他很快速的讓他通過 這個都引起社會非常大的爭議 所以你的審查要包括對於 原來NCC的審查到底合不合理 到底他這個審查對不對 你們要進行審查嗎 你們工作會議可以做到這個地步嗎 還是只是各大門回來意見會整之後 那我就來進行審查呢 那如果是這樣做程序性的 我認為那個所謂的工作會議沒有多大的意義啊 這樣子報委員 如果立法院就這個事情有決議的話 我們一定要遵照立法院的這個決議去做啦 假如立法院有決議說 不可以開投審會的話 我們那個正式會議是不會召開的 那我們立法院的決議要等到委員會才有辦法 要等到我們委員會召開 所以本院的三月 本月要三月二號才有選召委 第一次開的委員會可能是要落到三月七號以後 我們不會故意挑這個委員會還沒有開會以前 就先開會偷渡 如果你是這樣的態度我們就可以接受 再來就是最近一個清華紫光的這個 他的囂張態度的問題啊 然後併這個細品啊 這些封測三家公司 然後後來又揚言要這個入股IC設計 並且還發下豪雨 如果我們不從的話 他不讓我們的產品在中國可以上市 對於這樣子的威脅你有什麼樣的感受啊 非常不以為然 非常不以為然怎麼辦 可是我看到媒體 或許你們認為媒體講的是亂講 但是媒體就報導說 我們的經濟部好像很想在五月二十號以前 要把它推過關 我建議委員多看幾個媒體 我們昨天行政院院會 特別我請經濟部做補充報告 而且我也做非常清楚的台式 我們檯面上檯面下 都不會有520的一個 deadline的目標 沒有520這個時間差 但是經濟部很想趕快到這個經濟委員會來 開公聽會 開說明會 來說明 這是事實吧 該做的事情還是要做 溝通還是要溝通 聽大家意見還是要做啊 那為什麼急著要現在聽呢 如果你慢兩個月聽不行嗎 開公聽會這件事情是上屆的經濟委員會啊 他說要求我們在做任何建議之前 一定要召開公聽會或座談會 我們是根據那個決議來做的 部長你要聽清楚我的問題 是 我沒有說召開公聽會不對 我只是問你說 為什麼急著現在要開公聽會 如果你在520之後來開 不是一樣有達到本院的要求嗎 一樣有召開公聽會在520之後 開也是一樣有要的 要開放之前有達到我們的要求啊 那個報紋我們絕對沒有預設立場 那我們絕對沒有預設立場 但是因為媒體的報導 或許你剛剛我在講 我剛剛就是有看過媒體報導 所以院長你在講說 你在回答這問題之前我才講說 或許你們會說媒體是亂報啦 所以我也沒有指明哪一個媒體 因為這個報導的確我看到兩三次 每次看到的時候我都很不以為然 但是如果這個報導再加印證說 你們要在經濟委員會一開會 馬上要來開公聽會 讓人家覺得說你們很有急迫感啊 我覺得委員不要把這一加一 就看成等於二齁 這兩個東西是不相關 第一媒體的報導本來就不正確 我們昨天發言人已經特別聲明 第二經濟部做這個 你還是沒有回答我 為什麼三月就急著要開公聽會啊 沒有要急著開公聽會 只是落實當時對立法院的這個承諾 立法院的承諾是叫你開放之前要開公聽會 他沒有叫你三月要開公聽會 開公聽會的需求提出來 時間的安排當然尊重立法院啊 請部長回答 所以你跟我講三月你沒有要開公聽會了 是不是 我們要看那個委員會的意見 因為是當時委員會要我們這樣做 委員會邀你們的是在開放之前要開公聽會 請你不要再次扭曲我同一件事情講了好幾次 我覺得我們年紀這麼大應該邏輯都很清楚 委員會是請做一個決議開放之前要開公聽會 委員會沒有叫你三月開公聽會啊 我們也沒有說三月我們只是 可是你們現在的新聞報導在你們的 就算你們昨天在博字媒體報導的內容裡面 你們還是定於三月上旬跟中旬間來開公聽會啊 那我是請教你這個預計從哪裡來呢 因為我們會聽一下因為三月初委員會開始運作嘛 那這個三月初委員會要運作的話委員會有很多法案要審啊 委員會也不會是只有這一個議題 我現在是說因為院長一直講說 院長你要先讓我講完 你一直講說媒體的錯誤報導 跟你們這個安排中間沒有因果關係 但是古人說理下不正觀瓜田不辣呢 你們一個錯誤的媒體報導在前面 然後你們急著在委員會一召開的時候 馬上要來開這個公聽會 就會讓人家家家一起有這樣的聯想 那如果你要破除這樣的聯想你就跟他講 跟我講說三月我沒有要開公聽會 我等520之後再來處理 這個就是我要跟你講 在交接期間我們看守內閣不要做對於敏感的事物 重大爭議事故事件不要去推動 你這個去推動動則得救 因為我們台灣的這個這些年來的政黨的攻防 還有互相的不信任感是拉到很高的狀況 我們現在是希望說大家不要提出爭議性的東西 不要在這段期間大家和平度過 不要在這段期間又做了這麼多的政治攻防 這些在在都影響到後面的不好的這個氣氛會延續 我了解委員的疑慮 我們公聽會的立場也是希望聽大家的意見 至於公聽會的時間就尊重委員會這邊的安排 那所以有委員會安排喔 那你如果是有委員會安排的話 你們又請不要再出現你們預計什麼時候開公聽會喔 好不好 因為你們沒有權利指定什麼時候開公聽會嘛 是不是 對不起你剛剛說什麼 我說如果你剛剛講說公聽會的時間由委員會安排 尊重委員會安排 那你們以後就不要在新聞稿裡面講說 你們預計什麼時候要開公聽會 因為開公聽會的時間既然不是由行政院來決定 由我們委員會來決定的話 我們委員會期會之後選出召委之後誰要來排案 那是他的權利啊 所以你們就不必要在那邊做指導說 我們預計三月中要來開公聽會 對不對 我這樣的邏輯對不對 是吧 部長那你答應一下吧 好那部長請回座 是 我想 我最後還是剩下三分鐘的時間 我還是要總結我們的態度啦 中華民國台灣 台灣是我們大家的 任何的立場出發都是根據於我們對這塊土地的愛 因為我們要在這個地方永續生存 包括我們的子孫 要保有選擇的權利 所以 無論在未來民主的長河裡面 還會有很多次的政黨輪替 我認為要建立制度 而 如果這個交接期間不論短到兩個月或是長到四個月 都應該是用民主憲政政治的基本原理 新的選舉已經出來 要尊重新的民意 所以任何會引發爭議性的 會引發對抗性的 這些舉動我認為都不應該 也不適合在這個時候提出 院長您其實還是有可以有非常漂亮的身影 我一開始諮詢提到了 你在救災的時候做到你該做的事情 國人都不吝嗇給予掌聲 連民進黨的中常委都對於給予肯定 這個我都親身經歷 所以 其實大家不要認為說我現在一定要推出什麼樣 了不起的政策 才能得到國人的肯定 一般 在 我本身是打棒球出身的 在 你看美國職棒大聯盟 有的時候兩隊的比賽懸殊比數上次要非常的大 最後一陣的這個所謂的布局投手 沒有人會期待說他要投出 這個只要能夠穩健的把球賽收尾 我們觀眾也是不利於給予掌聲 所以我就用這樣互相期許 因為您這三個月的任期 如果能夠體察到雙方不同的觀點 能夠去化解更多的紛爭 我們大家的情緒氣氛能夠變得比較好 藍綠對抗的味道能夠更減低的話 對未來的台灣有莫大的貢獻 我也跟趁這機會跟委員報告 我想委員非常清楚 早上其實我們杜副院長 還有我們的副秘書長 已經跟民進黨的同仁做過交接的會議 其實也是要做到無縫接軌的交接 所以交接圓滑這個無軌交接是我們雙方共同的目標了 最後我還有一點拜託你啦 我本來不需要講這個話 但是因為昨天馬英九總統 參加這個國民黨團的這個黨政協調會報之後 我看到那個新聞報導我心裡會擔心 他還想把他剩下的任期不知道要做怎麼樣的發揮 我個人認為這樣子啦 這樣講對你也不公道 因為畢竟你的任命是由他來任命 對於總統不適當的要求 你是作為國家最高行政員首長 你還是要基於你憲法上的職權 如果假設萬一不適當的話 萬一啦假設問題應該還是要有勇氣可以拒絕 不知道您能不能同意這樣的看法 我一向講話沒大沒小 其實不只是現在剩三個月 過去如果我跟總統有什麼話我都會指向 好謝謝你 希望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為台灣謝謝 好謝謝吳委員的質詢 也謝謝張院長 下一位我們請政委員天才 尋找時間為三十分鐘 本院蘇院長 行政院張院長副院長及各部會首長 有請張院長 總統大選到總統就職長達四個多月 民進黨因為這麼長的時間他們提出看守 雖然張院長說是過度 無論是看守或者是過度 在這麼長的時間 確實是會讓國家的重要施政停擺 如果從你的報告看得出來